5月26号开始 不限任何人 只要你快筛阳 不需要PCR 经医师确认后就等于确诊 应该怎么进行 你快筛出现两条线阳性后 必须把试剂写上名字日期 透过视讯给诊所医师判断 或把试剂装进袋子 戴上口罩出门 去有配合确认快筛阳的诊所 如果你是快筛阳性患者 记得你是要拿着你的快筛试剂 去看医生没错 但千万不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像是捷运或公车 以及你如果要实际去找医生 帮你确定阳性之前 要先打电话 跟他说跟确认 别拿着快筛阳性试剂 在社区啪啪造 或其实短期之内 快筛阳性的民众 你还是可以到社区筛检站 请他们帮你进行PCR筛检 一样记得 把你快筛阳性的试剂给带走 指挥中心还列出几类人 如果你快筛都阴性 但医师觉得你是COVID-19 也可以帮你开单 让你去PCR 或你的快筛阳试剂 有点真假疑虑在 也会要求你去PCR 或现在要进医院的民众 还是得配合PCR筛检 医师判定后 上传中央系统 一切何可顺利 你的健保快一通 会显示快筛检测阳性 只是现在PCR等结果出来 最快一天 最慢两到三天 快筛等于阳性要等多久 有民众5月13试讯 结果5月24才出来 医药运手其实是 现在方式是把这个资料 上传给健保 健保再传给企关署 原则是24小时之内上传 诊所被要求24小时内 得上传资料 但判定多久 这得看每个人状况 不过结果就算再慢出炉 也会以你给医生 看的那天为准 至于领药 不论PCR或快筛阳民众 只要你是确诊者 都能透过社区筛检站 或你视讯问诊的医师 或找自家附近诊所医师看诊 由他们判定你要一般感冒药 或抗病毒药 全民快筛阳等同确诊上路 只盼系统真准备好 才能真正降低一线人员压力 US 新闻 杨青 波林瑞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